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飙车 我是薰凌风 当然也是指挥师和真话大冰块 当然说上级跟大家去聊了很多 这里面的一些使用方式 当然说就是对于这个级别的车 其实我觉得上级可能大家会觉得稍微有点无聊 当然说今天主要还是开起来跟大家去聊聊 主要还是说我们毕竟之前拆过一辆第60 其实很多小伙伴一直在犹豫 就说虽然大家都在说 说第60跟这个轩进的其实是一个平台 但我们到底开起来就没有什么感觉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集跟大家会聊的多一些的东西 我们还是继续找我们常规的三个测试 然后开起来再跟大家一块去聊一聊 那么现在进行第一项测试 就是放动机的噪音是多大 20公分量好了 这个引擎盖 那盖已经拿下来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读数是多少 好 基本上是68上下 我们就按68算 那么现在去车内看看车里面的噪音是多大 那么现在就来看一下它室内 就是车内然后2000转稳定的一个声音 我们现在虽然说就是味儿吧 还是77一口气 然后憋住 然后看看它的声音到底是多大 OK好 这个车基本上是55分贝左右 但是还要说一句点 说这个车的油门控制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就是你要想把它特别稳定的在2000转 真是需要点耐心和技术的 并且这辆车在1800转到2000转 但是这个区间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额外的震动 也就是在这个转速下面有一个共振和不平衡点 当然了我们这是一个原地的一个转速 在开起来的时候应该不会太明显 但是我会认为这也是发动机 它不应该出现的一个特征 好 那这就是相应的数值 我们现在去下一个项目去看一下 那么现在是发动机震动这个项目 还是老办法 因为这辆车是一个横置的发动机 所以我们要这么去测试找一个高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震动是多少 好 那基本上是在2.4米斜盖秒平方的上面去定格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2.4有多大的概念 当然如果经常看我们节目小伙伴 一定我知道下面有一个表 就是当然说还是不得不说 其实到我们打开引擎盖时候 就物测就会感觉它的震动是比较小的 能够做到2.4这一点 也不得不说 日本的发动机 它的无论是从加工的精度而言 还是从所谓震动而言 真的还是有优势的 好 那么现在去下个项目看一下 好 那我们到了最后一个项目 就是测一下它的原地的力矩 那么还是清零清零清零 然后把这个勾住 OK 平稳的拉90度 感觉好沉 OK好 1.615 1.6公斤 1.6公斤 就是它的一个原地力矩 1.6公斤真的不算太轻了 但是最后是多少 包括说我们前面那几项 也都是需要大家去我们公众号 大标车 下面的文章表才是最清楚的 别说1.6 你知道1.6是多少吗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所以说一定要看我们的文章 好 那么现在就把这辆车开起来 看看这辆车开起来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就把这辆车开起来 跟大家简单的去聊一聊 当然了其实对于这个车 我相信大家并不算是太陌生 是因为这辆车真的马路上还蛮多的 还挺多的 因为它并不算是一个比较 所谓小众或稀有的车型 它并是一个大众级别的 这种所谓的买菜车 那对于这辆车 一共有两个排量 一个是1.6的排量 还有一个1.8的排量 但是1.6排量有点不同 它有一个国5的车型 还有一个国6的车型 除了在发动机动力上面 马力是一模一样之外 仅仅在扭矩上面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 国5跟国6车型 最大的都是93千瓦 但是扭矩国5车型是154牛米 国6车型是168牛米 大了14牛米 14牛米这个算数是没错的 同样还有一个1.8的车型 1.8的车型 它的最大功率是102千瓦 它的最大扭矩是174牛米 仅仅只有一个配置 就是161500 真的买1.8的人 我觉得毕竟还是少数 所以说咱们还是以1.6的为主 好 那就是纸面数据 当然还是有两种变速箱的配置 一个是五速的手动变速箱 还有一个就是我这台CVT的变速箱 还是要说一点 就是这个车 变速箱 我不知道是因为它车比较新的缘故 它的变速箱排档杆很色 不是那么好挂 那还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吵 是因为我开窗户 是因为这个车的味儿真的挺大的 这样车的转向 就是我刚上手的时候 就觉得会有些不适应 是为什么 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传统的日产的车型 它都是转向会调得很轻 其实日系车是一个比较适合城市道路驾驶车型 当时现在的日系车 它的调教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都可能觉得我在这个车必须还要些运动 但是都调出运动是真的好吗 以至于现在我开这辆轩印 我感觉它也是为了运动的方面去努力了一下 那这个努力是让它的方向盘变沉了 它方向盘变沉了 但是它的悬挂以及转向这一块的精度 并没有运动型的调教而去进行一些调整 就它感觉处在棉窝里面一样 就是方向盘很沉 发现似乎真的有点两边不讨好了感觉 因为以前的日产车就是什么 虽然说你的转向指向没有那么的精准 但是你很轻盈 你很利于在城市驾驶 城市驾驶我还是比较喜欢偏于日系车一些 因为它真的还是挺好开的 当然高速上还是德国车会更厉害一点 说到悬挂也是我会觉得 它是会向运动方面去所谓有一些妥协 还是的话 就是以前的日系车 大部分来说它的底盘相对而言是比较柔和的 会比较软一些 而这辆车你会的感觉什么 就是说它的弹簧很硬 它的弹簧很硬 而它的避震筒呢似乎并没有对于这个硬的弹簧有更多的这种阻尼在里面 我在过每一个坎的时候它会特别的弹 它总是会蹦蹦蹦蹦蹦蹦的跳 总体来说呢 我会觉得这辆车转向跟它的悬挂并不是做的非常的城市化 我不知道小伙伴能不能够理解这一点 就是这个城市化 所谓的在传统意义上面的日系车 它是做的很城市化的 而这个车呢会来的有点像运动方面去努力 但是呢它做的还不够多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四三间试驾的时候呢 真的可以照我的这个方向仔细的去媲美一下 这个车啊我觉得为数不多可以让我真正称赞的地方 就是它的发动机跟变速箱 因为这个1.6的发动机跟它的CVT变速箱呢 可以说是日产里面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动力配置了 起步 平顺 包括动力都不算太差 虽然说呢对于0G100的加速来说 纸面数据是11秒7 我印象中是11秒7 它的确比一般的所谓的买的车要来的弱一些 但是这个车的前段加速力还是很好的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CVT的变速箱 因为CVT变速箱呢 有这种所谓的先天的优势啊 就是你在前段稍微大脚的时候呢 它不用这种双离合也好 还是普通的A的AT变速箱也好 频繁的降的 它一下子可以把追轮给压到一个这种最大扭矩的 极致的时候呢 去用动力去推 CVT的变速箱是在城市里面 驾驶为数不多最好的选择之一 但这种变速箱呢 包括说这个1.6的动力会带来一个什么感觉 就是抢个灯啊 快点起个步啊 都是还是挺流畅的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说高速场玩啊 就是的确会弱一些 就是它的后面的加速的力 这个粘长度是不够的 当然说呢 这个也是排量在这儿呢 毕竟只是一个1.6的排量 然后呢毕竟是一个CVT变速箱 所以说我会觉得这辆车 它的传动系统在城市里面开 是很完美的一个配置 当然说呢 对于日产而言呢 还有一个所谓的诟病啊 就是它的CVT变速箱 过冷过热这种保护 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当时呢 也有很多的相应的方法啊 就是比如说你去塞链 你可以把这个保护给关掉啊 包括说可以半途的灭车再启动啊 这都是所谓的一个秘笔啊 隔音这一块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讨厌的事情啊 虽然说呢 我现在这个窗户是开着啊 就是 我关了以后呢 也会觉得 这个车整体的装配 也就那么回事吧 咯咯哒哒的 就是到处的 也有一些这种异响以至于呢 我这车刚拿的时候 关门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哪个内饰条 会有这共振的声音 然后使阵的关了几下 然后踹了几脚 竟然好了是吧 所以说呢 发现异响 拍一拍 这个异响就没了 我现在仅仅是一个60公里的时速 是一个绝对的中低速了 胎噪 风噪 发动机噪音 你都能够非常清晰的听到 但是呃 胎噪来的会更多一些 而发动机的噪音 当然说呢 我们现在这个60公里巡航的话 呃 1000转多一点 是听不太出来的 当然说呢 你在呃原地 呃 着车的时候 就会感觉 它的发动机噪音 前面的所谓的 什么隔音棉呀 什么防火棉呀 完全没有 就像你爆了一个发动机 那个噪音真的是特别的大 好 那现在呢 是一个相对而言 比较一个畅通的 这么一个路段啊 我们小试一下 它的中段加速 现在是60公里的时速 它的转速呢 是1200转左右 踩 我觉得可以 虽然没有双离合 所谓来的那种立竿见影啊 觉得就是呃 小小的踩下油门 去抄一个车 也不算是感觉完全的拖累啊 发动机声音出来了啊 但是呢 这个变速箱呢 你在这种极加速的时候 它在呃最后的时候呢 还是会模拟一个手动变速箱的那种档位的切换 它也不是完全的都是转速不变的 我觉得最后呢 我觉得这个动力配置来说啊 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哎呀 我又说了一遍 它的动力配置还是挺好的 那味呢 是有的也是挺呛的 对于说哎 不好意思啊 我还是要开一下这个啊 再不开我就快晕倒了 油耗呢 这个车也是我认为啊 比较称赞的一点 我到现在为止开了200多公里 然后加过一次油 是因为我刚刚加了油 呃 因为我车拿到的时候呢 我加了一个满箱油 然后我就为了去测试 这个车的油耗呢 呃 跑了200公里 然后我又加了一次油 然后大致是7.5升左右 7升到7.5升左右吧 这个油耗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被大部分人所接受的 算不算好开的车 我认为对于这个价格来说 它算是好开的车 虽然说它的转向和它的悬挂 有那么一点点的所谓的异样的感觉 当然说这个异样感觉 可能也仅仅是大冰块开过这么多车 能够总结出来的一些的所谓的 不太满意的一些点 但是它绝对不能够说是一个硬伤 或者是缺点 它只不过是调教的 对于它本身 我会认为应该给用户传达的一种感觉 在我心里面是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那你说这种方向盘 它这一定是差吗 它不差 我觉得该转向转向 该有的这种质感 还是有一些质感 它总的来说 我会认为总体是一辆比较好开的这种家庭城市的代步车 而且必定它的空间等于来说 在这个同级别车里面也还算是比较大的 因为必定说日产真的是比较擅长做这种大空间 包括说之前的奇达 奇达真的也算是神车之一 就是车不大 然后空间很大 当时可能小伙伴会说 说这辆车开起来和启程D60有没有差别 差别会有一些 动力系统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它唯一的差别就是转向上面 D60的转向会更轻一些 这辆车的转向会更沉一些 除此之外 我大名块会认为这辆车几乎是没有区别的 当然对于D60也好 还是对于这辆车也好 毕竟是一个自主品牌的标志和一个合资品牌的标志 具体你觉得哪个车好 哪个车不好 当然这也是我们明天节目里面需要给大家透露的一些东西 看看D60在我们的维度里面更厚道一些 还是这辆日产的轩逸会更厚道一些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我们明天和后天以及大后天 都是对这辆车拆解的一个内容的分享 那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出大名块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大名块 我们这个车的拆车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